这首座的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会很暗呢 因为我做了那个小小的filter 但是那个效果不是太好 那无论如何 很久没见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进步 如意即享 好了 很久没见 那上升或者是太阳 这首座的朋友 在这个农历的正月 正月会怎么样呢 你们的运势 我们的运势 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太阳的射手 那是一个很迷惘的月份 大概是因为木星的那个位置 因为木星现在在跟那个金星 在双语座的入 就是那个非常的那个强势能量的那个 双语座有一个六分 还有很快就会跟入庙的那个海王星六分 所以呢 我们就会去发梦 我们有很多的梦想 但是跟这个现实呢 是不太一致的 对啊 因为木星在那个摩羯座 一个很不好的位置 所以这个月份对我们来讲 尤其是因为我们讲 因为我们讲一年自己在遇村 对吧 所以尤其在这个新一年里面 我们会有很多的思考 我们去会去再想 够紧 究竟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年 我们会想去做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前途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迷惘 很多的疑虑 疑虑 疑累 疑累 就是很多的疑惑 OK 那那是不要害怕吧 因为这个大概是人生里面 我们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面 一定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对吧 所以不要太过担心 但是这一段时期 我们会想 就是自己去沉思一下 自己不是不太想见别人 我们会想自己去很冷静的 去思想一下 去思考一下 我们自己的那个人生 会想怎么样 所以这个正月 不是一个太高兴的月份 也不是一个太 充满 欢乐 欢乐的一个时分 但是真的不用太担心 虽然 对我们的情绪 是会有一点的影响 但是呢 我们也是挺乐观的 对吧 那我们自己 多一点去想吧 那想到那个出路以后 那我们就会变得 跟从前 从前一样 那么的快乐 OK 那不要太过担心 摔手楼的朋友 那最后我再讲一遍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哦对了 还有我要说 从今以后呢 每一期 每一期里面最后的六个星座 那在这一期就是说呢 狮子 处女 直到摩羯座 我就不会再讲那个 星图的那个分析 那个星象的理论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 每一个片子就剪短一些 谢谢